这位96岁的奶奶曾经死过 但又活了过来 不仅长出了黑头发 还长出了心牙 村民都曾参加过她的葬礼 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 看起来非常健康 她记得自己生命住院 但完全不记得 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 面对节目组的质疑 老人的女儿说 这一切都是真的 当时在医院里 母亲就停止了呼吸 我们连衣服和板板都为她准备好了 之后 老太太突然开始咳嗽 慢慢地恢复了生命迹象 家人都感到很震惊 医生听说后也感到很惊讶 和老太太一样死而复生的 还有下面这只狗狗 这是一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狗 在她死后的第五天 自己一蹶一拐地爬回了家 主人看到她回来 头发都炸起来了 而且旺财后腿受了严重的伤 只能用前腿爬行 这一切要从五天前说起 那天主人在田里干活 旺财在马路上溜达 一个没注意 就被过往的车碾压了 当主人赶过来的时候 旺财已经奄奄一息 没一会儿 旺财就闭上了眼睛 停止了呼吸 主人非常伤心 然后邻居帮忙把旺财埋在了山上 但就在五天后 主人在院子里突然听到 医生熟悉的狗叫 刚开始他以为自己幻听了 没太在意 但随后他老公也听到了狗叫声 于是他们朝声音的方向搜寻 最后在房子附近的沟里发现了旺财 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议 邻居也很内疚 毕竟是自己误以为旺财死了 才帮忙埋起来的 此时旺财的身体情况很差 宠物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 发现旺财后腿已经翡翠性骨折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是如何从半米深的坑里爬出来的 为此 节目组邀请了动物行为专家 专家分析后说 当时掩埋旺财的土壤颗粒很大 还混合着很多杂草 使得空气能够流通 这很利于他爬出坟墓 破土而出的旺财 就这样沿着回家的路 一点点爬行 最后爬到了家附近的沟里 沟里面的水 帮助他生存了四天 最终被主人在这里发现 随后 医生给旺财做了骨折手术 手术很成功 骨头都恢复了原位 那就希望旺财早日康复 勇敢狗狗不怕困难 他们都是经历过死亡的 而下面这位 是每天都会神秘消失 这个男人说他妈妈 每天晚上都会神秘消失 于是节目组趁白天 赶紧去见了他妈妈 原来是小狗的妈妈 主人说 每天晚上都看不到他 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 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来 问题是他一直被链子锁着 而且锁扣需要按压才能打开 小白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挣脱锁链的 开锁专家也说 这种锁扣只有人才可以打开 专家认为 是有人故意帮小白解开的 但是家里其他人都说 没有帮小白解开过锁链 没办法 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 全程拍摄 刚开始一切正常 时间来到半夜2点13 突然一阵声响 惊动了节目组 接着就发现小白已经消失了 狗窝里只剩下了狗宝宝 节目组赶紧查看录像 小白刚开始只是来回徘徊 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 锁扣就被打开了 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里 为了解开谜团 节目组又邀请了动物专家 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 终于发现了问题 锁链是用一根电线制作的 当小白来回走动时 就会把锁链拧起来 利用巧劲 别开了锁扣 刚开始的时候 小白可能意外打开了一次 慢慢的 他就对开锁越来越熟练 毕竟没有困难的工作 只有勇敢的狗狗 现在问题又来了 小白为什么要选择晚上消失 专家通过分析后发现 原来小白消失 是为了来后院吃狗粮 专家表示 小白是个尽职的母亲 他知道 要想喂好孩子 自己就要保证营养 才会每天偷偷跑出来加餐 主人感到很内疚 决定以后在小白的狗粮里 再多加上一盒罐头 最后我还有个疑问 为什么小白的两个孩子 是不同的品种啊 知道的评论区说一下 好了我是月贝 关注我 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学 大叔养了一乌乌的蚊子 竟然是为了给孩子吃 只见他用网兜在墙上这么一搂 就收集了满满一袋蚊子 但是仅仅是孩子们的开胃菜 还说孩子们最爱吃的 其实是苍蝇 接着他来到一个塑料桶前面 说这一桶就是孩子的主食 掀开盖子 那味道简直比凹里给还凹里给 绿头苍蝇漫天飞舞 大叔说这是十天前买的鸡肠子 在室外整整发酵了十天 就生成了这些苍蝇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 会喜欢吃这些东西 节目主跟着大叔来到一座大棚 大叔先把抓到的蚊子 全部放了出来 瞬间就挑出来了上百只树蛙 原来他口中的孩子就是这些树蛙 树蛙的干饭时间到 一口一个那是真香 随后大叔又把苍蝇放了出来 看得出来树蛙确实挺爱吃 喉感比蚊子好多了 一口下去还会爆浆 大叔养了三个大棚的树蛙 一座大棚就有一千只 还都给他们取了名字 大叔说养树蛙纯粹是因为喜欢 自己把树蛙当成了孩子 树蛙也很喜欢大叔 只要大叔出现 树蛙就会跳到他身上 不一会儿 身上就爬满了几十只 不仅如此 他在家里也养了一缸树蛙 就连吃饭也和树蛙一起 大叔说这样才有食欲 家人都不能理解大叔的爱好 尤其是儿子和树蛙比起来 感觉自己不是亲生的 如果养宠物有段位的话 下面大爷的宠物更惊人 他把600斤的野猪当儿子养 会骑着野猪去买菜 速度还能调节 只要扭一下耳朵 想快就快 想慢就慢 他直接成了街上最亮的老头 大爷还会和野猪一起睡觉 野猪每天叫他起床 熟练的打开窗户 对着主人开始叫 大爷如果想赖床的话 他会反复开关窗户发出噪音 看起来野猪应该是饿了 主人起身去厕所 给野猪做早餐 刚做出来的就是热乎 野猪吃的一脸享受 大爷说野猪是爬山时意外捡到的 当时很小一只 很可爱 野猪很温顺 能听到人说话 可以和狗一样握手 甚至还会跳舞 大爷可以随时骑在他身上 不过被大爷起久了 野猪也会调皮的想骑一下主人 大爷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被600斤的野猪压得死死的 差点压出了腰间盘突出 大爷每天都会带他溜弯 野猪很听话 过马路会跟着主人走天桥 路过一家猪肉店 他突然停了下来 奇怪 怎么闻到了妈妈的味道 他莫名感到有一股杀气 吓得他赶紧就溜 又路过一家年糕店 赖在店里不肯走 临走迟忍不住想要下嘴 被大爷无情制止 但是年糕包装也被破坏 大爷也只好买下了年糕 野猪边吃还边低头感谢 毕竟是野猪嘛 大爷也会带他来山上溜弯 爬山过水根本不算什么 一到山上 野猪的本性就暴露了 到处拱来拱去 完事就会乖乖的跟着大爷回家 最后和大爷来个亲亲 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 不过要论宠物的稀有度 还得看下面这个 他把一块石头锁在了保险箱里 还说这石头价值1000万 接着揭开了一块布 出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小朋友说这是恐龙蛋化石 说这个石头和树上的化石 看起来一模一样 节目组还是不相信 他又拿出手机搜索恐龙化石照片 确实看起来很像 化石是在公寓空地上发现的 当时几个小朋友在挖土 就挖到了这个奇怪的石头 接着还咨询了体育老师 老师说以我的经验来说 好像是真的 那到底是不是恐龙蛋化石 我们带着石头找到专家 专家看了半天 说这些还真是恐龙蛋化石 因为石头表面有一层类似蛋壳 还说可能是草石类恐龙的蛋 小朋友越听越兴奋 问化石能值多少钱 专家说需要进一步 确定化石的形成时间和地点 才能确定价值 那化石是只要进入公寓的 物业说 公寓建成于1993年 根本就弄不清化石从何而来 那会不会是有人丢失的 工作人员询问了公寓附近的人 有个大爷说是他丢的 平常年前买给孩子玩的 现在孩子都大了 没人玩就丢了 还说如果小朋友喜欢的话 可以留着 小朋友听到这个消息 激动的手无主导 还说会好好收藏 努力学习 成为一名专业的地质学家 好了我是预备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厂 每当他一觉醒来 脸上就会出现伤口 手臂上也有抓伤 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 自己的指牙很短 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 他现在怕得很 给卧室装上了监控 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 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 睡梦中 他下意识的把猫推开 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 在地上不停的抽搐 主人一脸疑惑 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 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 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 他的行为也很古怪 变得焦躁不安 愤怒的撕咬被子 这只猫到底怎么了 专家查看录像后猜测 猫咪应该是梦游了 他可能做了噩梦 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 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说明和他小时候痛苦的经历有关 主人这才恍然大悟 还要给他更多的陪伴 让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晚上主人还用上了安神香薰 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 他听了一会儿就开始犯困 那他晚上还会咬主人吗 只见半夜小白又醒了 静止来到主人旁边 这次小白没有下嘴 他在主人旁边再次睡了起来 一直到天亮 小白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 看起来小白已经康复了 然而下面这只猫的情况 比小白更严重 然而接下来这只猫咪的行为 更加迷惑 这只猫每天往主人脸上杀尿 看到主人熟睡后 接着蹲在主人旁边 直接往脸上吃 关键猫咪有时候还上火 那味道简直了 主人很崩溃 为啥这只猫会有两副面孔 白天明明很微顺 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脸上杀尿 还说这样杀尿已经一年了 主人尝试过很多方法 也打过它好多次 都无济于事 没办法 主人决定带头盔睡觉 因为实在不舒服 刚睡了一会儿就把头盔摘掉了 没一会儿 小白凑了上来 确认主人已经睡着后 深情地看着主人的脸 接着情不自禁地就往脸上杀尿 主人再次惊醒 对小白一阵数落 医生也被逗笑了 第一次见这种迷惑行为 医生表示 这可能是小白的一种沟通表达方式 一直杀尿是因为主人 一直没能理解自己的需求 那小白到底想给主人说什么 医生观察后说 因为主人家里宠物众多 小白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很小 而且小白还患有社交恐惧症 所以经常会独自一人全说在角落 医生建议给小白单独做个新家 让他有个相对自由放松的生活环境 可以看到 小白对新家非常满意 就好像在说 主人你终于懂我了 好了 我是月备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嗓